為了實現科學夢 曹老師做的事都蠻辛苦的 但是他樂在其中 曹老師知道聽說你還跑去資源回收廠 去收集廢家電 這個目的是什麼 怎麼樣用廢家電來做科學教育 怎麼想到的 說起來這也是一個窮則變 變則通的一個狀況 六七年前我到資源回收廠 為我自己的教學找一些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學校我們的實驗室 消耗性的耗材還經費還蠻多的 後來越來越少了 因為為了應付教育部 學校把錢去大堆頭的買那種 看得到的大型的設備 大型的東西 那這些小的實驗零件什麼的錢 就越來越少 那我想怎麼辦呢 我就到資源回收廠 因為你就會動手做嘛 就自己動手來 我就初期我找了很多硬碟機 電腦裡面的那個磁碟機 給學生猜看 裡面有部件馬達 有無刷子 有馬達有一些機構 那是很棒的一個教學的東西 那個自動控制的東西 後來我就覺得還不錯 我就找各種各樣的家電 越找越多 我那個實驗室一整排五六個架子 上面一兩百個家電 各種各樣的電鍋 一兩百個 對 一兩百個 我去回收廠到處收集 滿滿的 所以你一趟一趟的 又去跑回收廠 找了很多一兩百個 包括有哪些什麼東西 電鍋 電鍋有 玉金螢幕 印表機 甚至混一機 我都找到了 那個裡面機構很有趣 你剛才提到光碟機 那一定有光碟機 那個廚師機 冷氣機 冰箱 我都找了 每個都把它搬回來 然後把它拆解開來 是不是 結果最大的收穫是怎麼 就是我在上課的時候 譬如說我交到布基馬達 我就把這些家電 有用到布基馬達的家電 我就拿來給學生看 這地方有用到 怎麼用 交到什麼 這是一個很好的運用 生活上的運用 我在教基電的一些課程 基電控制的一些課程 電子學 控制這些課程 都蠻有用的 那後來我就 因為我在跟中小學有接觸 就是這些科普教育 我就想把我的這個觀念 用家電來教學 推廣到中小學 那中小學他們是老師 後來我推廣覺得 我覺得應該要把它做得更好 一些家電給他們 他們還要拆還要弄很麻煩 所以後來我就想到 我把它做成這樣子 是不是老師要教學 很方便 這是資源回收廠的 收集到的關碟機 這個就是 然後你把它標明了 是不是 上面 把它的原理 它的齒輪 這些機構畫在上面 然後你看 這裡面很有趣 這些齒輪 這些齒條 滑軌 這個這些這些動作 那個小學生 他會很好奇 會瞭解 問這些齒輪 那高中生 大學生就可以講一些這個雷射 毒血頭啊 這些觀學的原理啊 嗯 是 看這個費家電 然後還有上面的標明 不但是他馬上就把上面的盒蓋打開來 你看到裡面了 而且上面標明就讓他馬上看懂了 是 上面你看上面老師附著了無刷直流馬達轉動光碟片 老師您再轉回來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背後 我們很少看到一個光碟機裸體的樣子 這步驟馬達 把這個裸桿帶動這個毒血頭的移動 這是很有趣的 是 真的要這樣子機會才有辦法看到 自己在家裡的話 小孩如果拆了可能會被大人罵 因為可能裝不回去 然後如果說家裡自己壞了 把它拆開來 沒有人交 也不懂是怎麼回事 對 那您剛剛說這個電磁爐的原理也是一樣 一般如果沒有這樣拆開來 您到費家店那邊收集過來的話 也不太懂 沒有這樣子解釋這個線圈 這個窩墊流怎麼樣讓鐵鍋子變熱了 電磁磁磁磁電很多的原理在裡面 所以您就這樣一趟一趟的跑這個資源回收場 真的是這個熱情很感人 而且也讓這不知道實在是 我們這個費家店要回收 政策應該要好好的推才行 是 我希望這個能夠推廣的 更好 更多學校 更多老師能夠參與 是 其實老師不但在做這些教學的工作 而且你一直在網站上面 就提供大家很多免費的教材 你常常 我看到上面都寫了 如果大家要什麼樣的教材的話 你可以免費的直接寄過去 或者是有一些小的教具 賣得好便宜 賣一個五毛錢 五塊錢 五塊錢等等 老師您會不會希望 如果你是憑著這一股熱忱 希望能夠長期的 對全臺灣的中小學生 都能夠帶起他們對科學的這種樂趣的話 是不是應該政府有點補助 或者是有哪個大企業 來給您長期的贊助會比較更直接呢 不要 我不要任何贊助 為什麼 任何支柱 因為沙漠中能夠活下來能夠長大的草 是可不死的 當然十幾年前我在有這些想法 開始做這些玩具教具的時候 我也曾經跟教育部跟政府申請一些補助 一些研究計畫 讓我能夠繼續開發這些玩具的教具 申請大概有兩年時間申請 現在都沒有通過 很多師大的通過都是比較有名的大學 政大師大什麼 他們就得到一些串心教學的補助 做那些東西 我後來就自己決定開花 開模具 幾十萬元 我自己投資 後來就開出這樣一個模具出來 讓他能夠更便宜的 更合用 更適合用 因為之前我是用市面上的玩具車來改造 是 改造不是那麼恰當 我就決定自己設計玩具車 因為沒有補助是我自己的錢 我必須要做得很好 這樣我要賣得出去 把錢賺回來 那當然這個 其實賺錢是順便的 而且一開始我覺得是因為老師們 他有 很有需要 他們很多老師跟我 希望我做這個玩具車 給他們 所以我就有信心 那我們再來看看政府補助的 一大堆大學做的一些計畫 一些教育的計畫 一些專利 一些東西 商品化 食物運用的很少 因為錢來得快 用得快 用得容易 那就寫篇學術論文發表 然後就結案了 那我不是不希望寫學術論文 我希望我做的東西能夠實際的能夠發揮他的作用力 所以我如果拿到政府補助 可能就要搞 而且一大堆行政的 要核銷 要花票 要什麼 要照著 可能事情做不好 我自己的錢 我愛怎麼做 隨時要怎麼買 我都可以 我也沒有壓力 我曾經有朋友的公司 有老師 他們說要核股要投資我 要弄什麼 我會有壓力 人家的錢我會擔心 萬一賠錢怎麼辦 我自己的錢我可以很 可能要賣多便宜 要怎麼做 我可以自己 自己去決定 而且你也不想把他做成漂亮的玩具而已 你又要希望能夠那個教育的理念一定要在 對 要堅持著 若是公司來投資 他一定會要求很多 最後可能就變成一個玩具了 是啊 真的是 沙漠中長出的草 可不死了 這句話是 可不死 真的是 你也曾經說過 希望在臺灣推廣之後 甚至希望能夠推廣到全球去 然後走到世界上去 你現在是有這樣的想法嗎 想要怎麼做呢 其實一開始這個想法是 那時候第一 十年前申請夢想計畫的時候 是想說 有一 要做一個全世界都能 窮孩子都能夠用的玩具 是後來我想想看 這個夢想太大了吧 我就縮小一點 說國內就好了 臺灣能夠用 那至於全世界呢 以後我自己來想辦法 所以其實我是一步一步的 把東西做得 做得好 最重要 後面都是自然 就來了 像我剛開始是中文網站 後來有國外紐西蘭的老師要跟我買 後來我就寫英文的手冊 賣到紐西蘭 後來我知道他紐西蘭為什麼 為什麼要跟我買 因為他太太是中國人 是大陸兒 不是 是那個韓國的華僑 他說他是韓國華僑會中文 所以他上中文網站看到我的做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弄英文網站 所以我就弄英文網站 英文網站弄出來以後呢 那個世界各地有一些學校老師就來跟我買 所以我就不知不覺糊塗糊塗就這樣子 賣到全世界 夏威夷 日本 華國 甚至那個埃及 獨拜 甚至中南美洲 我都有客戶 全世界的網站 他們去搜尋 是通的 所以就是 就是我覺得把東西做得好 做得 我這個可以說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 能夠學到電子硬體 電子電路的一個機器人 一個自走車 是 有特色 有特色 所以我也是鼓勵我們臺灣要做全世界 沒有的東西 有特色的 有價值的東西 那很自然的就能夠走出去 到全世界去 所以我也沒有刻意要去賣到全世界 那些老師他們要跟我買 沒辦法 我只好賣給他們 就變成全世界了 然後你上面都有附有手冊 那個手冊重點就是 全部都是你自己去設計 自己去寫出來的 然後就是要讓所有人只要收到這個東西 他都知道在當中怎麼樣去自己動手做 對 然後就學到了很多 所以你這個知識 這個雖然是世界共通的 但是從我們臺灣起源 然後就到了埃及 到了獨拜 到世界各地去了 然後又用非常非常便宜的價錢 對 然後臺灣的東西走出去 這真的是唯一的 那你在看到有些小朋友 在使用了這個魔法車 像您剛才講拍拍手也好 紅外線也好 影子等等方式 讓他能夠動起來 並且聽他的指揮 就是一個小的機器人的時候 那樣子一個喜悅的表情 你覺得帶給你的成就感是什麼 我想任何一個老師 他教學 還有教育的最高的價值 就是讓學生有興趣 願意動腦筋思考 這個是每個老師的 我想是一個最高的一個夢想 所以我每次的上課 看到小朋友很有興趣 很認真地專注在思考 在做這些實驗的時候 我想那種樂趣 每一個老師應該都很期待這種快樂 而不是他為了考試在學習 而他刺發性地在那邊想 這個是我非常覺得很有滿足感的地方 這無可取代的 就算是不求生等 不念博士 也都值得了 是 今天晚上曹老師分享了一個 為了實現科學教育夢 而致力於教學創新 研製教學實驗設備 啟發學生思考和創造力的故事 感覺到您的熱情了 非常感謝您到現場來的分享 也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祝福您晚安 我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